晚上八点,宿舍大群突然谈出来一个消息 同学们,一起来玩国王游戏吧 被我选中的人,必须在二十分钟内立马完成选项内的指定任务 否则将受到死亡惩罚 死法随机,有惊喜哦 我当时恶作剧,没有放在心上,洗澡去了 却不想,二十分钟后,我的室友赵琪琪,跳楼了 隐隐温馨提示,一口气看到大结局 记得打开WiFi,下面证文开始 我刚从浴室走出来,就发现宿舍内空空如也 出门一看,发现我的室友王军和马小飞都站在阳台上往下看 我好奇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怎么了,你们都在看啥呢 王军和马小飞一脸惊恐地回头 喵喵,你快看,赵琪琪跳楼了 什么,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开玩笑,别逗我了 怎么可能,这种玩笑不好笑 可是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望去 真看见了宿舍楼下有着一个黑乎乎的身影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夜色已深,光线较暗 但仔细看去,那个人的脑袋处还在滋滋往外流着鲜血 我的天,我揉了揉眼眶,吓得差点跳起来 赵琪琪跳楼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和其他两个摄友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 就在这时,我和摄友的手机都响了一下 正是宿舍大群发来的信息 404,同学赵琪琪不遵守游戏规则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现已得到惊喜惩罚 接着,404发来一张照片 正是赵琪琪跳楼后,躺在血泊中的高清大图 我没有心理准备,被突如其来的照片吓了一大跳 照片中的赵琪琪血肉模糊,四肢扭曲 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力 群里的同学估计都被吓住了 过了好半天,才有人发消息,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游戏,什么规则 神经病吧,屁图吓人 不是屁图,是真有人跳楼了 401沈婷拍了张照发了过去 我刚才正在阳台上抽烟,一抬头就看见一个人从我眼前掉下去了 马小飞全身发冷,身体开始不停的颤抖 刚才赵琪琪还在我们旁边玩手机 忽然他就推开门出去了 我们以为他要晒衣服,让他把我们的衣服一起收了 可他一直不回话 我和王军过去一看,就看见他正在跨着栏杆往下跳 我想要拦住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王军带着哭枪点头 是啊,他突然就像中邪了一样 我们说什么他都不听 我被王军和马小飞的话吓蒙了 浑身上吓得鸡皮疙瘩起了一地 是啊,赵琪琪为人和善,家境优渥 和谁都能说上几句话 每次出门都有不少人和他打招呼 最近两天也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话 情绪一直都很正常 怎么可能会突然想要跳楼呢 除了中邪,他完全没有跳楼的理由啊 我从阳台往下看去 我们的宿舍在五楼 这个高度足以让人死亡 地面上的赵琪琪血肉模糊 脑袋已经碎裂 鲜血不断从他的身体上流淌而下 地面上到处都是血液 场面残不忍睹 我和我的舍友面面相去 我这才想起来自己洗澡前看的那条消息 选项中的确有赵琪琪的名字 我翻出那条消息 此轮国王游戏 选中者为502的赵琪琪 请赵琪琪于20分钟之内跳一首舞 可我当时以为这只是个玩笑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赵琪琪也没有放在心上 到如今却葬送了赵琪琪的性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因为他没有完成群聊理的任务吧 不然怎么可能这妖巧 我给警察打电话了 但是我们的电话打不出去 马小飞脸色惨白地看着我 我们唯一能联络消息的 好像只有宿舍大群 诡异的气氛笼罩了整栋大楼 一切的一切都在昭示 我们已经卷入了一个灵异事件中 就在这时 旁边的王军惊叫一声 你们看群里又发布了一个投票 经过502的预热 相信大家已经有兴趣 和我一起玩游戏了吧 404发了个笑脸 赵琪琪是马小飞的好朋友 好朋友突然跳楼死亡 绝对和这个404脱不了关系 马小飞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开语音骂了过去 你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让我们陪你玩这个游戏 404里也不理马小飞 而是物资的继续发送的消息 欢迎大家正式加入国王游戏副本 经过刚才小游戏的预热 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发现 我们与外界已经完全断绝联系了吧 所以不要妄想 可以从这里逃出去哦 还请大家认真参与投票 快乐游戏 嘿嘿 404看起来心情很好 我越看 越觉得嘿嘿这两个字 带着满满的恶意 小游戏 404管死人的事情叫小游戏 马小飞依旧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好像这样就能从404的口中套出话来 怎么 同学们是对自己无法参与游戏 感到生气了吗 404终于注意到了马小飞 这样吧 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投票游戏怎么样 以下两项选择任选其一 惩罚随机 有惊喜哦 502马小飞同学这么激动 是想参与一下吗 404特意爱特了马小飞 马小飞脸色一僵 他没想到自己的发言会引起404的注意 吓得立马不敢说话了 好在404这次的选项没有提名马小飞 选项一 2036梦在楼下跑一圈 选项二 301陈宇从三楼爬到一楼 这两个选项的难度十分接近 如果不考虑其他 就只靠女生之间自己的微妙的好物来选择 这简直就是再拼人员 投票限制时间五分钟 我没偷一咒 这两个选项上的人刚好我都认识 可都不是特别熟 但是我记得陈宇 他的名声一直不太好 投票选项中的倒计时不停地在倒数 我却在两个选项中不断纠结 友情提示 没有按选项的人 下一场投票提名的几率会变大哦 还请大家不要弃票哦 就在大多数人都在和我一样犹豫时 404发了一条消息 接着 我眼睁睁地看着原本投票数还为零的选项迅速飙升 我也颤颤巍巍地点击了选项二 不管404说的话真与假 我都不想自己出现在那个投票选项上 刘梦发了一条语音 真诚地拉着票 同学们 别投我 楼下还摆着赵琪琪的尸体 我真的做不到在楼下跑一圈 如我所料的 人缘不好的陈宇的选项一下蹦到了20 那你就是让我在宿舍楼爬三层了 陈宇怒气冲冲地发了一条语音 他在女生堆中虽然名声不好 可是耐不住他有钱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我 但是我先和大家说好 不投我的最后都可以拿着投票截图来找我 只要你没投我 我就给你发500块 我绝不食言 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吧 宿舍楼一共有100人 假如一半的人没投陈宇 也是25000 陈宇为了不在地上爬 出手真是阔绰 可除了陈宇 也没哪个女大学生能有这份财力了 500块 只是投个票而已 在这笔钱的勾引下 陈宇和刘梦的票是立马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伴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有着超能力的陈宇没有被选中 他只有30票 好 你们这30个投我的给我等着吧 看下一次选项有你们使我 怎么整你们 陈宇怒气冲冲地留下一句话 可是没有人理他 因为我们的注意力 全都在楼下的刘梦身上 刘梦无比僵硬地在楼下跑起步来 跑到中间时 他不得不靠近了早已死去多时的赵琪琪 赵琪琪的血肉撕散 而刘梦却避无可避 刘梦在楼下跑完了圈 如是负重地回到了宿舍楼 可是我们知道 这场游戏才只是刚开始而已 按照游戏的这个速度 每半个小时就结束一场投票 说不定以后的投票任务会越来越严峻 我们宿舍楼这100个人 迟早会全军覆没的 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和我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也不少 很快 我们都被拉进了一个没有404的群里 203刘梦 我刚才跑步路过宿舍大门门口时 特意观察了一下 宿管阿姨不见了 然后宿舍大门也消失了 外面全是一片大雾 我们好像已经不在学校了 难道我们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401将停 这场游戏肯定不是人发起的 但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谁认识404的人 也没有人知道404是个什么情况 没有人知道404的消息 就好像404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我刚才试了一下 好像不能退群 如果在群里面的话 我们就得不停的参加投票游戏 如果接下来都是这种游戏还好 只要一个人按着他的要求做就好了 但我估计 他后面的难度会不断加大 有人和我的看法相同 投票又来了 我急忙点开群聊 果然新的投票又开始了 可这次的两个选项 却让每个人为之一惊 选项1 105张宇剁掉自己的右手 选项2 503杨林必须跳楼自杀 我突然就领会到了 404将国王游戏 改成投票游戏的原因 他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他原本可以自己选择目标去死 却将这个决定的选择 全交在了我们的手上 我们投出去的每一票 都是使自己同学 走向死亡的尖刀 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都不干净 就算结束了游戏 可这一晚的记忆 会永远在我们心底里不断出现 不断谴责着我们的内心 群里顿时热闹起来 杨林也急得连发几条语音 大家千万不要选我呀 不然我真的会死的 我们不会选你的 放心 这是在杀人 可章鱼也不同意 难道剁掉我的右手 就不是在杀人了吗 我是音乐生 没有手不如让我去死 可是我跳楼是真的会死啊 你剁了手 还有一定的几率能活 杨林愤怒道 那你就去跳楼啊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各凭本事拉票 章鱼冷笑 而屏幕后的 我们都开始思索 是啊 在这种环境下 根本没有医生 章鱼剁了手 也有极大可能性死掉 这到底该怎么选 我同时收到了 但是杨林是我的好朋友 对于我来说 在他们两个人中 投票选一个人 是很简单的事 可这并不是 简简单单的投票 我随便按的一个选项 就会将他们中的一个人 推向无边地域 最终 我咬了咬牙 还是投了章鱼 无论如何 杨林的选项都是必死 章鱼还有一条活路 和我抱有同样想法的同学 有很多 票数最多的 果然是章鱼 章鱼发了条语音 404 你以为我会怕死 我宁愿跳楼 也绝对不会剁我的手的 我不想疼死 也不愿意失去我的双手 直到20分钟 规定时间结束后 404才回话 不好意思 105章鱼 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 现尸以刑罚 刑罚 这次是什么刑罚 章鱼在一楼 根本无法跳楼啊 没过多久 我们就看见章鱼 摇摇晃晃地从宿舍楼走了出来 她的脸色惨白的吓人 紧接着她颤抖地伸出双手 在我们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 她悬浮在了空中 四肢都被空气死死地扯住 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控制住了她的手脚 章鱼 你在干什么 我们急忙呼喊 想要阻止她的行为 可是章鱼就像什么也听不到一样 她双目呆滞 行动僵硬 满脸恐惧 似乎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鲜血不停地从她的四肢流淌而出 她的头和脖子 好像已经开始分离 口中不断吐着鲜血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章鱼的四肢已经血肉模糊 大动脉也已经被扯裂 众众倒在了地上 伴随着落地的声音 她的身体再也不动了 404对章鱼失忆的刑罚 是五马分尸 啊 死人了 章鱼死了 马小飞情绪失控 王军被眼前的惨状吓晕了 我也被惊呆了 许久之后才反应过来 404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真的能在这样的游戏中活下去吗 新的选项又来了 404完全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选项一 505周扬和303无猩猩的尿液 选项二 303无猩猩喝505周扬的尿液 这个选项一出来 我瞬间就想呕吐 404实在太恶趣味了 竟然给我们安排这种选项 我皱了皱眉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 我有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把两个选项 都维持在相同的票数 那就没有胜出者 也没有失败者 我这话一发出去 引来不少人的赞同 是啊 只要维持评票 就没有失败者 无猩猩却提出质疑 要是我们两个评票 她选择对我们两个 都是以惩罚怎么办 对呀 如果都惩罚 那岂不是两个人 都要互相喝对方的尿液 场面一下又陷入了僵局 毕竟 谁都不想做这两个实验品 我也沉默了 没办法 我的确说不准这件事 时间飞速流逝 一下就过去了两分钟 周扬却突然开口了 我刚才和吴欣欣商讨了一下 决定采用你的提议 大家都给我们两个投评票吧 如果有用的话 至少可以从现在开始 就减少伤亡 我们绝对不能被404牵着鼻子走 既然是游戏 那就一定有破解之法 不然404为什么不直接 把我们都杀了 他的身上肯定也是有限制的 我十分震惊 没想到周扬和吴欣欣 居然有以身试险的魄力 根据我和吴欣欣的猜测 这个投票游戏的选项 会越来越恶劣 我们必须得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 如果下一场游戏 是要其中一个人死亡 我们可没有重来的机会 我原本打算 出门收集大家的手机 聚在一起投票的 但是我发现 我除了能去选项上 吴欣欣的303之外 其他的宿舍门全都敲不开 一点反应也没有 周扬告诉了我们一个噩耗 我这才注意到 从8点以后开始 我们再也没有听见 其他宿舍的任何声音 好像宿舍与宿舍之间 已经彻底隔绝 陷入了一个个封闭的空间 除了网络 我们无法和宿舍外的人交流 大家一定要仔细投票 千万别把票投错了 周扬和吴欣欣再三叮嘱 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 投票有惊无险的结束了 刚好是评票 如我所猜测的那样 票数相同 没有胜出者 也没有失败者 自然就没有惩罚 404发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很遗憾 这次投票票数为评票 惩罚无法进行 我和马晓飞高兴的互相机长 没想到这么快 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实在是太聪明了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评票 那么这场游戏就能结束了 新的投票又开始了 而这一次 选项开始带着赤裸裸的恶意 选项一 207杨玉婷用水果刀自杀 选项二 409繁金跳楼 如我所料 这个投票游戏 果然就是抱着整死 我们的目的来的 现在终于开始争戏了 倒计时依旧是五分钟 可这次群里的同学们 却不淡定了 毕竟这两个选项 可是明晃晃的死亡了 我们真的能在这 恶意满满的游戏中活下去吗 没事 大家只要如之前一样 投评票就可以了 我尽力的安抚着大家 目前最重要的事 就是保证心态的平稳 之前的实验已经证实了 评票是有用的 大家别慌 仔细慢慢投票 我们每一个人的票 都千万不能投错了 投票又一次结束了 最终依旧是评票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幸好没出什么乱子 不然死的可就是一条人命 就在我们安心等待 404宣布 评票无处罚的结果时 404却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 因为这一次依旧是评票 所以看着那个大笑的表情 我心里涌现出一股强烈的不安 系统对评票的结果重新判决 当投票结果 两方票数相同时 那么双方都必须执行自己的选项 否则就会有惊喜惩罚哦 此次投票 杨玉婷和反进票数相当 所以请两方立刻执行自己的选项 404的话很短 我的心却立刻陷入了冰窟 完蛋了 我们被404耍了 他难道不知道 这个游戏的漏洞吗 他其实是故意的 他就是算准了 我们之前会发现这个游戏的漏洞 然后再用前面一个 无关痛痒的游戏 来证实评票的确可行后 再在这次人命攸关的投票 修改游戏漏洞 这样 我们一下就死了两个人 404狠狠地拿捏了我们的小心思 他在逗我们玩 他想告诉我们 没有人能逃脱这个游戏 所有人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我看了看手机 又看了看楼下被千刀万剐的杨玉婷和反进 巨大的罪恶感和恍惚感将我包围 群里顿时陷入了慌乱 大家都疯狂地爱特着404 我们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非要我们死 如果说之前还抱着 只要是平票 就能躲过一劫的心态 那么现在 大家都彻底崩溃了 为什么是我们 没办法呀 这个游戏选中了你们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是这个游戏的负责人罢了 负责人 我抓到了关键词 难道除了我们这 外界还有其他游戏 404 你说这是个游戏 那么游戏就应该有解决之法吧 我冷静问道 根据目前的线索来看 我们已经被拉入了诡异世界 加入了一个游戏副本 而404就是这个副本的负责人 他和我们一样 都受制于系统 404却没有再回话 他继续开始了下一轮投票 103周雨自杀 102流星自杀 404杀人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他已经完全不再掩饰自己的恶意 按这样下去 我们今晚就会死得干净 这游戏速度也太快了 我们根本没有喘气的时间 这样下去 累都要累死了 马小飞在我身边叹气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真的必死无疑了吗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将游戏进行以来 所有的细节都一一仔细回响 不 只要是游戏 就一定有破解之法 为什么404将游戏设置的这么快 就是不想让我们思考 不想让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 那就说明 这个游戏一定有破解之法 可是破解之法到底是什么 评票 退群 弃票都不行 那到底什么才可以 弃票 对 弃票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404之前一直在刻意引导我们 往弃票上想 让我们误以为 弃票上有生机 却一直在告诉我们弃票的危害 这说明 他并不想让我们弃票 他不想让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要去做的 我想我发现这游戏的漏洞了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同学们 大家仔细想想 是不是最开始 404就不想我们弃票 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提醒我们的 我们被不被选中 都和他无关 他每局照样可以选择人来参加游戏 我的话 让所有同学都挣住了 只要我们全部都弃票 那么这一局就没有人会被惩罚 就算下一局选中我们的可能性变多了又怎么样 只要我们一直弃票就好了 可是 如果全都弃票的话 那也算不算是平票呢 有同学提出了疑问 我也一下子降注了 是啊 全部弃票算不算平票呢 可经过我的仔细思考 还是觉得我的想法没有错 要不然404为什么要特意提醒我们不准弃票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如果不找到这个游戏的破解之法 我们迟早都会死 只是时间问题 刘欣和周瑜也很清楚 如果不试一试 他们还是难逃一死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群里的投票依旧是零 所有人都听我的建议选择了弃票 距离投票只有一分钟的时候 群里依旧是零票 我们却越来越紧张 谁也不知道 全部弃票之后 到底是会迎来胜利还是死亡 我眼睛一眨 不眨的盯着手机 脸色突然一寒 这怎么可能 是谁投了周瑜一票 是谁干的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一旦气票开始失败一次 那么之后 想要再次达成集体气票的难度 会翻倍增长 大家将不再相信彼此 陷入彻底的恶性循环 那么 即使逃离出这个游戏的方法就在眼前 也没有人能逃出去 到底是谁干的 我的目光不可控制地看向刘欣 难道是她 可是下一秒 刘欣惊慌失措的声音 就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投她 周瑜气得发抖 不是你是谁 除了你 我从来都没有和别人有过利益争夺 会有谁这么想我死 你就是怕全部弃票后 我们都会死 所以故意投了我 包括我在内 我也认为这一票是刘欣投的 毕竟这关乎她的生死 刘欣的室友站了出来 是啊 我们刚才互相监督 刘欣的确没有碰过手机 刘欣的室友 在这种时候的确没有必要包庇刘欣 难道真的不是她 周瑜依旧在群里弄骂 可是很快 我们就看见 她如张宇一样 失魂落魄的从宿舍楼中走出 残忍的被诡异无马分尸 死不瞑目 到底是谁投了周瑜 我们谁也不知道 群里陷入了僵局 没有人在说话 不变的 只有404每半的小时 就会发布的投票 险象一 202集体自杀 险象二 302集体自杀 这次是集体了 不少同学已经彻底摆烂 我似乎听见了 来自隔壁宿舍的哭声 整个女生宿舍乱成一团 彻底没了方向 我感觉彻底陷入了僵局 马小飞扯着我的手 无助的哭泣 怎么办 苗苗 我们真的都要死了 为什么那个人要捣乱 他在讨厌周瑜 也没必要要周瑜去死吧 而且 这可是关乎 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啊 对啊 这么重要的是 怎么会有人不懂 突然 我感觉我脑子里 一直断着的衔接上了 是啊 根本不会有同学 会脑子这么清楚 投这一票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404 404也在群里 他也有投票的权利 他可以在最后一刻投票 决定这场游戏的最终结果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马小飞 马小飞也想轻了来龙去脉 可是这个结果 无疑让我们陷入了最终的绝望 那这场游戏永远也无法停止了 404根本就是无敌的 我们的努力根本毫无意义 不 你错了 我已经找到游戏的胜利之法了 我冷静分析着 404的这一票 反而告诉了我们 它并不是无敌的 这场游戏的突破点 反而正在他身上 如果弃票的结果和平票是一样 两者都会接受死亡惩罚 那么404根本不需要投票 他只需要通知我们系统的最终处决 可是404没有对我们的弃票置之不理 而是选择了投出他手中关键的一票 这代表他必须要阻止 全员弃票的结果出现 这是他不想看见的 而这一票完全暴露了他 404并不是无敌的 他也要被游戏规则所限制 他从来都不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决定者 反而他和我们一样 都必须听从系统的支配 这不是一场屠宰游戏 而是我们所有人和404的一场博弈 只要我们找到了他 就可以成功的全员弃票 那时候这场游戏将彻底结束 我的言论听得马小飞一愣一愣的 但越想逻辑越清晰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找到404 我开向了紧闭的宿舍门 所以我们得走出宿舍 每一个人都要走出去 只有所有人聚集在了一起 才能找出我们当中的404 可是外面肯定很危险 404将我们彼此隔离 不让我们接触 肯定设置了不少恐怖的东西 这个游戏里面越危险的地方 我们越要去做 越要去走 险处再能逢生 顾不自首 只能等死 就在我这一句话说出口的瞬间 手机页面出现了一条消息 并不是宿舍大群中404发出的消息 而是手机系统自带的提示 叮咚 巨大的铃声在整个宿舍大楼回响 恭喜502里苗苗在投票游戏中 发现404的弱点 游戏将进行下一个阶段 请所有同学逃出宿舍楼 限时 一个小时 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了三遍 看着马小飞和王军瞪大的双眼 我知道他们也收到消息 系统的提示证明了我的猜想 也为我们的下一步指明了方向 现在 我们必须根据游戏的指示 走出宿舍大门 可是谁来当这个出头鸟呢 群里所有人都听见了系统提示 却没有人之声 马小飞同样也坚持 外面很危险的想法 他固执的不肯出门 想让我先探路 最后只有王军站了出来 回去了宿舍 刹那 一阵妖风吹来 大门喷了一声关上了 楼道原本是声控灯 却在这一晚全部失灵 整个楼道在一瞬间 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王军紧紧牵着我的手 我和他一步一步的向楼梯口慢慢移动着 我感觉暗处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我 这种隐秘的注视 让我浑身的汗毛都倒立了起来 苗苗 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 王军和我有相同的感受 我身体僵住了 感觉像有东西正在向我靠近 而且就在我身后 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站立 王军 等一下无论听到什么 都不要回头 我按捺住自己心中的恐惧 柔身安抚道 人的肩膀上有两盏灯 白天吸收阳气 晚上驱逐邪气 这两盏灯的威力极大 一般鬼怪不敢下手 如果身后有妖魔鬼怪 那就一定不能回头 因为回头时的风会带灭了肩膀上的灯 鬼怪就有机会下手了 我感觉身后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 冰冷的风贯穿了整个楼道 我的鼻尖嗅到了血的腥味 不断刺激着我的神经 呼呼 轻轻的冷风在我的耳垂边吹过 我的头皮几乎要炸开 王军肯定不会吹我的耳朵 那就只有可能是恐惧 在我的全身蔓延 我咬着牙 顶着心中难言的恐惧 顶着血腥味的风 一步一步走到了楼梯口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前终于出现了久违的光明 我松了一口气 这才发现王军没了身影 下一秒 王军的声音在我身后出现了 苗苗 你怎么走这么快 我都跟不上你了 差点把我吓死了 我张开嘴 下意识的想要回头答话 可就在我的头即将转过去时 我的大脑立即遏制住了这个想法 不 不能回头 绝对不能 苗苗 怎么了 你怎么不理我 身后的王军还在呼唤着 我依旧没有回头 而是眼睛目视着前方 王军 你走到我前面来说话 一秒 两秒 我感觉时间几乎快要停滞 可我不敢回头 迎面的风太冷 好似透过了肌肤 直接伸入骨髓 最冰冷的东西 就在我的身后 不知道过了多久 身后那股刺骨的冰冷逐渐消退 好似一直跟在我身后的东西 离开了 终于走了 我大口喘息着 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衣服全被汗水浸湿了 这东西实在太狡猾了 在我最放松的那一刻 以王军的声音叫我 要不是我反应及时 那么现在 估计已经伸手易触了 光亮中 王军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些恐惧 苗苗 抓住了我的手 确定了我的身上 有活人的体温后 才长呼一口气 我刚才差点就回头了 我也是 王军瞪大眼 难以置信 这东西这么厉害 同时将你和我完全隔离开了 我叹了口气 现在在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毕竟这是诡异的世界 好在接下来的楼梯口 再没有意外 我和王军安全地抵达到了楼下 楼下的血腥味更浓了 抬眼望去 到处都是我们曾经的同学的尸体 血肉模糊 王军控制不住地呕吐 鼻涕眼泪全都呕出来了 楼上自然也有同学看见了我们 对我们能神志清醒地 出现在了楼下 表示震惊 我将如何安全抵达楼下的方法 与集合讨论的重要性 告诉了他们 大家都不是傻子 没过多久 不少胆大的同学 便也出现在了楼下 一个小时过得很快 投票游戏已经暂停 当所有人全部聚集在楼下时 原本该有100人的宿舍成员 只剩下了50人 无疑 那些没有出现的人 已经消失在了那个诡异宿舍楼之中 叮咚 恭喜同学们成功逃出宿舍楼 现在游戏将进行下一个阶段 集体讨论 找到藏在人群中的404 现实 一个半小时 系统的提示音 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游戏终于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藏在人群中的404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系统的提示 404原来是我们的同学 404到底是谁 被我找出来 我非得杀了他不可 这种人实在太恐怖了 害死了我们这么多同学 我引在了人群中 静静地观察着 面前同学们的一举一动 有同学站了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好好思考 一定要想办法找出404 人群一片恐慌 一个个都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周围的人 可是谁也没有苗头 气氛十分沉闷 404你快站出来吧 杀我们这么多人了 你还想害死我们全部吗 如果一个小时候 我们找不到你 那我们都会死的呀 你如果有点良心 就站出来 还是一片沉默 大家都拿出手机吧 我们一个个互相检查 404是拿手机给我们发消息的 谁的手机有问题 谁就是404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我们所有人都拿出手机互相检查 但是即使把手机翻烂了 依旧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我们没有寻找到任何线索 倒计时的声音 在我们每个人的脑中回响 时间只剩下最后半个小时 终于有人顶不住压力 举起了手 我怀疑我的社友林萌萌是404 刚才我们刚说要检举手机时 我看见他飞速地 删了手机里的一些东西 他的这个行为实在太可疑了 被提名的林萌萌 瞪大了双眼 不 不是我 我只是删掉了一些 不想给同学看了隐私 他越解释 同学们越激动 什么隐私这么重要 现在命都快没了 你还在那山 林萌萌 你这个借口把我们当傻子吗 真的不是我 我只是当时忘记了 林萌萌连练摇头 显得十分无辜 王儒儒 你不能因为我和你的过节 就这样说我 我真的是无辜的 王儒儒看起来和林萌萌 十分不对付 行 那你说啊 你说你删掉的是什么 正不想给我们看 林萌萌咬了咬嘴唇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好 你不说 就别怪我怀疑你 王儒儒冷笑 举起了双手 系统 我要举报林萌萌是404 该死 系统可没有告诉我们 如果检举错误 将会发生什么呀 王儒儒实在是太冲动了 可他说的太快 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阻止 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了 叮咚 玩家王儒儒 举报玩家林萌萌为404 此检举 系统拉长了尾音 大家都一致 安静了下来 等待着系统的审批 错误 过了几秒钟 系统说道 请玩家王儒儒 和玩家林萌萌保持镇定 继续游戏 哦 这是没有惩罚吗 我不可置信的 听着系统的宣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不停检举 直到找到真正的404 可是 下一刻 我亲眼看到 林萌萌和王儒儒 双手开始不断挥舞 脸色迅速涨红 脖梗上显现了 一个清晰的五指印 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双脚渐渐飞离了地面 他们甚至连叫声 都无法发出 只能瞪大着眼睛 痛苦地向周围的人求救 周围的同学吓得尖叫 四散逃开 而此时 王儒儒和林萌萌都停止地挣扎 两眼翻白 彻底没了声响 我撇开头 只觉得脑子发晕 眼前的惨状告诉了我 这场游戏 根本没有可以寻找的漏洞 我们想要获胜 就只能找到404 可是每个人的检举机会 只有一次 如果错误了 那就是死 经过长时间的紧绷 与不间歇的思考 我的大脑快要缺氧了 头痛将我席卷 太阳穴不自觉地开始跳动 我看着面前的马小飞和王军 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他们会不会是404 特别是马小飞 他的行为真的太可疑了 但很快 我摇了摇头 游戏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而且 我没有错误的机会 现在的情况一团乱马 人群一片混乱 即使我有怀疑的对象 但也不敢说出来 可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即将团灭 404根本没有任何破绽 想从剩下的48个人里面 找出他来实在是太难了 我不断地思考着 想要在这种绝境中 寻找出唯一的生物 距离一个半小时的期限 越来越近了 每个人都开始歇斯底里 好像已经看见了团灭的结局 剩下的人大多都精神崩溃了 他们无助地哭泣着 在做最后的挣扎 就在这时 我突然举起了双手 我知道404是谁了 所有的同学都看向我 在他们满怀期待的目光中 我冷声道 我举报404为我的摄友 502的赵琪琪 我话音落下 每个人都震惊地看着我 赵琪琪 她不是死了吗 李苗苗是不是疯了 只认一个死人为404 这不是找死吗 我没有理他们 而是冷静地等待着系统的指使 叮咚 玩家502李苗苗 举报玩家502赵琪琪为404 此检举 系统又拉长了尾音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正确 听到这个答案 我双腿发软 选择的心终于落了地 赵琪琪居然真的是赵琪琪 我的天 原来是赵琪琪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实在太可怕了 恭喜502李苗苗找到真正的404 本轮游戏 女生宿舍副本正式结束 随着系统声音的落下 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影子 正是赵琪琪 赵琪琪血肉模糊 因为是跳楼而死的 脑浆和鲜血忽了她一脸 李苗苗 你怎么发现是我的 我叹了口气 404如果藏在我们剩下的同学中 实在是太困难了 游戏过程中 我们每个宿舍都是互相监督 只要是人类操控手机 根本无法做到毫无痕迹 即使我们再怎么检查 再怎么回想 也根本没有任何线索 这就说明 404级有可能是我们看不见的鬼 因为我们都看不见鬼 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你 但是有一个线索 让我得到了确切证据 什么证据 赵琪琪阴森森的看着我 大家还记得 第一轮游戏投票后的系统提示音吗 系统说的是 恭喜我在投票游戏中 找到404的弱点 大家一脸迷茫的看着我 对啊 这怎么了 大家请注意 系统说的是投票游戏 我着重强调了投票二字 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了投票游戏 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你 赵琪琪 你的死因不是投票游戏 而是因为 最开始是由没有遵循国王游戏的指示 跳楼而死的 但随着我的话 不少同学也有了眉目 但谁知道 你到底是被系统控制跳楼的 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游戏中隐蔽自己 所以自行跳楼的呢 可系统是不会说谎的 系统说这是一个投票游戏 这就是投票游戏 唯一会说谎的 只有404 所以从最开始 这场游戏就不是由国王游戏演变而成的投票游戏 国王游戏 只是你为了掩饰自己所采用的策略 系统不会给我们无解的答案 如果说这个游戏是我们所有人和404的博弈 而404又是你的话 这场游戏才有了平衡 我的话说完 赵琪琪绝望地点了点头 没错 李淼淼 你分析的很对 这场游戏最开始的时候 系统给我发送了消息和游戏规则 它要我隐藏在你们之间 开启投票游戏 否则 所有同学的眼睛下完美隐蔽自己 实在太困难了 这几乎是无解的 虽然我在游戏中有了短暂的生杀大权 可是如果频繁使用 被你们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伴随着她的诉说 赵琪琪的身体开始逐渐消散 同时 系统告诉我 在游戏里死了并不代表着真正的死亡 游戏的输家才会面临现实抹杀的惩罚 所以为了获胜 我选择自行跳楼 将自己彻底从你们的视线中剥离 赵琪琪望着我 眸子肩板是我看不懂的神色 但是我没想到 最终你还是发现了 李苗苗 你真的很聪明 赵琪琪从怀里掏出一个手机 拿去吧 只要你再发起最后一轮投票 全员起票 游戏就结束了 那你呢 我身为输家 自然有我的去处 赵琪琪苦笑 我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有说话 只能沉默着接过手机 赵琪琪也化作了一道青烟 彻底消失了 当我们用赵琪琪的手机 发起最后一轮投票后 终于没有了意外的出现 成功全员起票 随着系统叮咚 女生宿舍赴本 圆满结束的提示音结束 我双眼一黑 陷入了昏迷 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阳光正好 好像一切都是一场梦一样 马小飞和王军也醒了 我们同时 看下那个熟悉的床铺 发现那里空无一人 除了赵琪琪 昨晚死亡的人都还活着 我们打电话给老师 给警察 却发现赵琪琪这个人 好像完全在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老是不认识赵琪琪 警察说 压根没有赵琪琪这个人 仿佛一切都是我们的妄想 可是当我回到宿舍 看见一个个熟悉而又惶恐的脸 我就清楚地知道 这一切都不是梦 只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经历过女生宿舍 这个副本的人 没有人再记得赵琪琪了 不错 这一次女生宿舍副本 还剩下40多个人 是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副本存活最多的人数了 在我看不见的角落 一个女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 特别是这个李苗苗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理性思考 这次副本能活下这么多人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 是好苗子 男人点了点头 最终 两人相视一笑 那下个副本 也带上她吧 真期待她的表现呢 叮咚 全文完